所以說每一口咬下去的那一瞬間 其實都會吃到多多少少的一些蝦這樣 那有人可能會問到 他的麵衣跟他的蝦子的比例 我覺得應該六四 那個麵衣是六 蝦子是四這樣 梗完這醬湖車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時間 啊 那這幾個禮拜的話 其實我們都有陸陸續拍很多那種 就是什麼美食開箱之類的 像是前陣子有披薩 喔還有麥當勞 喔還有漢堡王 那今天換誰呢 換客人的 喔沒有麥當勞 還是麥當勞喔 麥當勞真的是成熟不熟 你只有怪點子出來 成熟不熟感覺是講壞的 成熟不熟算講壞的嗎 對不起麥當勞 沒事啦 知道找誰工商囉麥當勞 那這次的系列是這樣的 它這次是我們的 啪 發票發票發票 欸 欸 好 來 看一下 麥當勞 我們這次買了兩種 一個是雙蝦天婦羅寶 就是這個 它裡面是標榜 還有兩個 雜蝦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 雜蝦天婦羅安格斯黑牛寶 它的話還有加一些肉 啊這是雙蝦的 這是那個天婦羅 那個安格斯的 不對 買錯了 妳買的是雙蝦的 蛤 因為兩個都是雙蝦的 我剛剛講的是安格斯耶 那他給妳給錯了 幹 你看 對不對 兩個都是雙蝦的 幹 我剛剛發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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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家一樣的店 給出了雜蝦 到底是不是一樣的呢 你發票放裡面嗎 沒有兩個都是雙蝦寶 我兩家都打雙蝦寶 我兩家都打雙蝦寶 怎麼辦 你有外賣幫我叫那個 安格斯的 我要氣死了 那今天的話我們買了兩種 一個是雙蝦天婦羅寶 另外一個是雙蝦天婦羅寶 那個是雙蝦天婦羅 安格斯黑牛寶 那我們剛剛 我們掉一些問題 我們發現我們剛剛去買的時候 有跟他說我們要安格斯的 可是他給我們一隻雙蝦的 所以我買了兩個雙蝦 另外一個給工作室的其他朋友吃 那我看一下他價格是多少 雙蝦這樣單點一個價格是1.7次 老實說有一點高 但是他有兩個雙蝦 所以我覺得可以吃吃看這樣 那我們先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 上面的話應該是那種 沒奶吃醬 然後加起司跟神菜 跟兩隻蝦 他下看起來是蠻厚的啊 來吧 我們來吃吃看吧 開動吧 不知道為什麼 吃起來有點像薯餅 不過吃他的蝦味 老實說還不好吃的 我來跟各位講 他的蝦 那個天婦羅 那個雜蝦 蠻特別的一個地方是 我們大部分在外面吃的雜蝦是這樣 是一整隻蝦外面裹粉 然後炸 他好像不是 他好像是裡面的蝦子是打碎的 所以他裡面的蝦子 並不是一整條的 他裡面的蝦子是有跟 我不知道是跟其他混嗎 好像是跟他的麵皮混在一起 所以說 每一口咬下去的那一瞬間 其實都會吃到 多多少少的一些蝦這樣 那 有人可能會問到 他的麵衣跟他的蝦子的比例 我覺得應該 六四 那個 麵衣是六 蝦子是四 可是我覺得已經 以素食店來說 已經算蠻多了 給大家看一下 中間有沒有 這裡 都有蝦肉 他蝦子不是一條放進去 他是跟那個粉 用在一起 所以蠻善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補足掉的一件事 有時候有很多點 就是他是一整條蝦脹 可是你吃起來會覺得很空虛 為什麼 因為他蝦小 蝦小 他蝦子小 然後滅衣太多 麥當勞的這個處理方式 讓你就是每一口 都會吃到一些蝦 可能他蝦的量也不多 但是他因為這樣的方式 讓你每一口都可以嚐得到 那 醬料的部分 應該是美乃滋 美乃滋原本搭 這種炸蝦還蠻適合的 可是美乃滋也不是一般的口味 吃不出來 蠻特別的 但是蠻好吃的 我覺得比安格斯很牛肉好吃 你們吃安格斯 沒有 我說的是 一般的安格斯很牛肉 我覺得安格斯很牛肉 好普通 有點出乎我預料之外 我有一邊想說 幹啥皮會超多超厚 然後我在吃皮 嗯 還算是有補足到這一點 那起司的部分的話 還好 味道都被炸蝦蓋過 他已經算OK啦 一個低標 但是價格有點高 價格真的蠻多 像一個3.144塊 就是 我常常OK 但我不會很常去買這樣 其實最近麥當勞都漲價了 所以我就 唉 沒辦法一起 你覺得印度過後 怎麼會降下來嗎 不會 各位你們就要保持 折麥當勞永遠都會這麼高下 然後 安格斯的部分在路上 我們家來吃吃看 他美乃滋是挺好吃的 比較酸甜酸甜的味道 然後 搭那個天婦羅 OK 日本很常這樣吃 目前1到10分我會給他 7分 7分算是高於我的平均 然後 覺得還不錯 好 各位 我們另外一個漢堡也送過來了 這個是我們的 炸蝦天婦羅安格斯黑牛吧 他其實就加了一層 那個牛肉 來試試看 來試試看 他有點難食用 就是 他的 他的 他有點炸出來 就是 因為 炸蝦跟他疊在一起 會有點往外炸的感覺 好吧 我們來吃 他其他都一樣 只是加了一個安格斯黑牛這樣 來 いただきます 我覺得沒有很好吃 5分吧 嗯 這樣講 就是 他那個裡面的那個肉 那個肉排 他其實 以一般的漢堡來說 他算是一個主食 一個主要的東西 現在主角有兩個 就是有護腸味道 然後可是炸蝦跟醬的味道 其實會蓋過 遠遠的蓋過那個安格斯黑牛 那個什麼 他肉排的味道 還好 而且 而且那個 牛肉的部分 比較乾 那 兩個都是 算是比較乾的東西 配在一起 會讓整個 就更乾 沒錯 他們尷尬 還好 真的是普通 沒有很好吃 我們來看一下價格 好了 安格斯的是 154 然後 雙蝦寶是144 那我建議各位 雙蝦寶其實我比較推 因為雙蝦寶的話 它主角就是它的雜蝦 所以它的味道就非常分明 就是 欸 我們主打雜蝦出來 你吃就會吃雜蝦 然後快樂 但是 這個真的是 兩個互搶風頭 沒有 然後也沒有比數的輸贏 就不搭這樣 而且反而是 降低它原本的水準 因為 真的是 太乾了 對 所以就還好 雙蝦寶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我覺得雙蝦寶是蠻好吃的 對 真的蠻好吃的 我三個看喔 賣香魚跟雙蝦寶 我會買雙蝦寶 我會買雙蝦寶 我對賣香魚真的還好 可是那個 聖聖潮還是賣香魚的 好 各位 那今天一樣是簡單的評測 然後分享一下 就是對於這次新出的 麥當勞漢堡的一些想法 歡迎麥當勞造工商 我公平公正公開 好 各位觀眾 那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跟訂閱 那大家想要去看我評測哪些 餐廳食物之類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先跟大家說 我本身的標準非常低 所以 我可能大部分的東西 都會覺得蠻好吃的 對 那 那我順便講一下 好的 我可以講過他分數了好了 那如果 記得去追蹤哥V H-Y-Y-U 按照我的粉絲團 H-Y-V追蹤Grab 就裝我一次的Grab V27K384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